這個禮拜的重點 你們可能回顧一下 細節我就不講 你要確定說你是不是真的有跟上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是針對什麼 複習了一下前一題 北市切到案件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的部分 當然最難的是路接到 所以我建議路接到公式的產生 還有VBA的部分 那VBA雖然他已經幫你寫了 不過我覺得你們學習的重點應該慢慢改成 以前可能你要花很多力氣才有辦法寫出VBA 現在他已經慢慢產生了 所以我建議你們是把學習的重點 轉移到看懂那個程式 應該程式其實不多 而且我都有稍微講一下 那我覺得第一個你要看懂 第二個如果說他有一些BUG BUG又跳出錯誤的話 你也要慢慢知道說怎麼去修改 當然有些程式嘛 你如果看不懂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可以用Charge PD 請他幫你解釋一下 比如說哪一段不知道的 你把那一段複製貼上 然後請你幫我解釋程式 他會解釋得非常的詳細 我覺得這個部分AI也可以幫得上 OK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好像有利用Charge PD 幫我撰寫什麼 怎麼樣畫折線圖 之前我本來不抱太大的希望 我覺得這個畫折線圖 這個應該對Charge PD來說非常困難 就沒想到他居然也可以 還有把那個圖給刪掉 把它寫VBA他也OK耶 只是說細部的部分 假如你要換 比如說折線圖把它換成圓形圖 換成直條圖 那其實你也可以在Charge PD裡面 請他幫你產生試試看 所以前面我們有畫了三個圖有沒有 那三個圖 我們上個禮拜練習就練習折線圖的部分 那另外兩個圖 請各位就自己再去練 把它完成了 當成作業OK把它練習一下 因為你說真的要把它學好了 我覺得這個沒有別的學校 就是要多練習多使用 然後呢 還是要多問那個Charge PD 問問題其實也蠻重要的 我發現很多人其實問題應該是 最大問題就不會問問題 OK 因為你不會問問題他看不懂 實在沒辦法幫你產生你需要的答案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還有做兩題 一個是007 那個什麼007的是那個 這個其他的話就是 這個都制定函數了 再來就是什麼 計算那個產線人員的數量 OK 如果是算數量的話就是三米弗 如果算幾個人的話就康米弗 這個兩個函數很重要 其實樞紐分析表裡面 它其實核心的部分 也是利用三米弗跟康米弗 我幫你做一些加總 跟計算數量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題是前後工資 前後三米 所以我們做法好像是什麼 先做前三米 有沒有 用LARCH 所以喔 不過009這一題 我後來發現 他好像有點卡住 你不能一次問太多問題 或者是最好你乾脆直接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 請你幫我用那些函數 所以後來我指定他 請你幫我用三米弗 加上LARCH 再加上SMALL 他好像就懂了 我本來沒有指定的時候 我發現他得到的答案 好像就不太OK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假設他給的答案不正確 有的時候你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 是不是給他比較多的提示 如果你給他多一點的提示 他或許有點像引導 他會給的答案相對會比較正確 這個提示其實在那個 CHARGBD裡面 其實他有專業名叫PROND PROND就是給他一些提示 提示語的 OK 但那個PROND其實很複雜 這CHARGBD的PROND真的是可以開門客 不過我們重點是 也不要把PROND講得那麼複雜 因為目前我們可能有些提示語不需要 像那個PROND有些甚至開頭跟你講說 要把那個什麼 要跟那個CHARGBD想像成什麼 比如說假如你是什麼 假如你是一個資深的程式設計工程師之類的 我想說不用啦 你本身就是了 你還要多講 我覺得反而多囉嗦的 有些提示語可以加 但是有些提示語我覺得不用啦 OK 你加了反而囉嗦 那我本身是比較朝向那個 你的問題越精簡越好 當你要問得囉嗦一點 你們試試看好了 我想他們他也可以去分析你的答案 甚至我發現很多同學也蠻喜歡一直問 問到我看那個CHARGBD快要瘋掉了 有沒有 然後最後可能CHARGBD可能還盪掉 盪機也說必定 因為他實在也沒辦法 甚至你可以把問題他給的答案 你再把它重貼回去 然後再問一次再問一次 你會發現他會一直在跑答案一直跑 有的時候第一次跑不對啦 你會發現他多跑幾次就對了 蠻奇怪的 OK 所以我發現同學 之前改他們新的報告說 哇他跑很多次 終於得到正確答案 但是我是覺得最好是一次就中最好 因為為什麼他會一直不是對 因為他看不懂你的問題嘛 所以學會如何問問題這件事 我覺得蠻重要 這個可能你們還要揣摩一下 當然有些同學有一些新的發現 會跟我分享 我覺得還蠻好的 所以這個怎麼樣去問問題 恐怕可以再揣摩一下 那今天的話請各位一樣 再幫我開啟另外一題 數學函數這一個類別 然後面有一個011 這個其實跟前面這兩題有點類似 那把011苗栗和宜蘭的總人數 那其實這個這一題 我希望做兩個結果 那你們可以看 其實A2到A10 這個是地區 然後職工人數的話 就是要加總的範圍 所以加總的話 有條件 有加總 所以你直覺第一個要想到的是什麼 三米弗 對 如果你假設你不是要算 加總而是要算幾個 那就count if 這個應該還蠻好理解的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如果我要 加總人數怎麼了 如果它這個地方是苗栗和宜蘭的話 那當然這個變成有個關鍵字 而且是漢的話其實就是說 指的就是說如果是苗栗 而且 也不是而且 這邊應該是或 或不是and 是偶而 可是啦 三米弗這個函數 本身它有沒有資源偶而這個敘述 其實也蠻算 後來發現其實沒有 所以你不能用偶而 不能說你在三米弗裡面 下兩個條件不行 所以如果不行的話 那要怎麼做 OK 那當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後來我發現了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實在不想要動那麼多腦筋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真的 直接把這個問題 直接就丟給chargeGPT OK 結果答案 那以前的做法是 沒有chargeGPT 你就只好自己慢慢那邊try 有沒有 所以甚至有人那邊try半天 try一整天都沒有答案 OK 旁邊也沒有人可以問 那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善用那個chargeGPT 所以第一個 如何使用chargeGPT 幫我們得到一個答案 一個公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公式 改成VBA的話 那VBA我前面講過了 有那個function跟sub 不過後來我發現 好像function 這個有的時候不是那麼好用 反而sub好像比較直接 所以乾脆我們就 兩個目標吧 一個是產生公式 一個是產生那個sub的 VBA的sub程式 也就是直接幫我run 結果就出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頂多在一個清除吧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請各位練習看看好了 因為前面都是我 我直接做完給你們 現在我建議啦 慢慢你要自己去找 使用的方法 也許我們沒有答案 你自己把那個答案給做出來 那最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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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